有民眾在高雄的中央公園裡面 直擊 兩位小朋友發生了碰撞 其中被撞孩童的阿嬤對著 不小心撞到人的孩童 家長不斷的叫罵 發現了口角衝突 甚至還請來警察到現場處理 小朋友坐在紙板上 沿著草皮斜坡往下滑 假日的高雄中央公園 不少孩子一玩再玩 卻有家長因此爆發口角 直接阿嬤拿手機撥電話 邀請警察到場 原因是她的孫子在玩滑草時 被另一位孩子不小心撞到 阿嬤卻是不斷對撞到人孩童的家長 咆哮 還叫來警察 讓其他圍觀家長都看不下去 事實上小朋友玩耍石 蹦蹦跳跳 發生碰撞在所難免 因為小擦撞演變成大人間的糾紛 其他家長都覺得沒有必要 保護著那麼 就是說保護著那麼樣的詳細 雙方家長講好 以後 大家說對不起 大家以後就是以何為貴 就是也沒需要動用到警察 小孩沒有受傷 我覺得也不需要收到報警 就趕快離開就好了 處理員警也覺得無奈 由於雙方都沒有提告 警方到場關係瞭解後 就讓糾紛盡快落幕 記者劉啟文高雄報導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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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